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世界最值得你去的地方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张杰1 在大笨中下完跳绳 时针跳得比我还快 2.张杰2 在悉尼歌剧院前比赛唱歌 海鸥做评委 3.张杰3 在长城上比赛放风筝 龙的图案最受欢迎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张杰1 在大笨中下完跳绳 时针跳得比我还快 张杰1 在大笨中下完跳绳 时针跳得比我还快 各位亲爱的学生和时光旅人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假设 如果我们在伦敦的大笨中下完跳绳 时针是否真的能跳得比我们还快呢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大笨中的基本知识 大笨中 或者更正式地称为伊丽莎白塔 Elizabeth Tower 是位于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一座钟塔 而大家俗称的大笨中 其实是指钟塔内的巨大钟灵 这座钟塔于1859年完成 成为了伦敦的象征之一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在这座高达96米的钟塔下 你拿着一根跳绳 准备挑战时针的速度 首先 你得有一颗强壮的心脏 因为你不仅要与时间赛跑 还得忍受那些游客的好奇目光 和不时响起的钟声 时针的速度 其实并不快 它每小时只移动五分之一度 这意味着 它需要整整12小时 才能绕中面一圈 换句话说 时针的速度 大约是0.000694度每秒 即使你是跳绳新手 你的速度 应该也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 变成一场奇幻的历史小说 那么一切都有可能 想象一下 时针突然活了过来 它开始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旋转 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跳绳高手 而你 一个勇敢的时间旅行者 必须在这个时空的交错点中 用你手中的跳绳 与之一脚高下 当然 这只是一个幻想 在现实中 大笨中的时针 是绝对不会跳绳的 它只会不慌不忙地 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时间 而我们 只能在它庄严的注视下 享受那份属于伦敦的悠闲时光 所以 下次当你路过大笨中 不妨想象一下 这个荒谬却又有趣的场景 但记得 不要真的在那里跳声 否则你可能会被保安请出去 或者更糟 被时针笑话一番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张杰二 在悉尼歌剧院前比赛唱歌 海鸥作评委 张杰二 在悉尼歌剧院前比赛唱歌 海鸥作评委 想象一下 悉尼歌剧院那标志性的翻班屋顶下 一群勇敢的歌手 在海风的伴奏下 准备展开一场 非比寻常的歌唱比赛 这不是你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选秀节目 这里没有闪烁的灯光 华丽的舞台 也没有名人评委 取而代之的是 一群自命不凡 眼光独到的海鸥评委 他们在悉尼歌剧院的白色瓷砖屋顶上 高高在上地审视着下方的表演者 这些海鸥评委 虽然不懂音乐理论 但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评判标准 或许在他们看来 最美妙的旋律 不过是一串串 能引来美味午餐的叫声 歌手们必须用尽全力 不仅要征服人类观众的耳朵 还要打动这些海鸥的胃口 这可是一项比高音更高 比低音更低的挑战 比赛开始了 第一位歌手 走上临时搭建的木板舞台 深吸一口海咸味夹杂的空气 开始了他的表演 海鸥们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类歌声感到好奇 他们开始围绕着舞台 伸长脖子 好像在认真地评判 然而 当一位歌手的高音 不顺变成了尖锐的尖叫时 一群海鸥被惊飞了起来 他们在空中盘旋 似乎在讨论这位歌手的表现 究竟值不值得一条鱼 接下来的歌手更加大胆 他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来吸引海鸥的注意 有人模仿海鸥的叫声 有人甚至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面包屑 希望以此贿赂这些飞翔的评委 海鸥们对这些花招似乎颇为兴奋 他们开始在歌手周围飞舞 有的甚至大胆地落在歌手的肩膀上 好像在给予最直接的评价 最终 当夕阳西下 海风轻浮 一位歌手以其悦耳的歌声 和对海鸥行为的深刻理解 赢得了海鸥们的青睐 海鸥们围绕着这位歌手 似乎在为他加冕 观众们也被这位歌手的表演所打动 纷纷起立鼓掌 这场在悉尼哥剧院前的非凡比赛 不仅成为了歌手们难忘的经历 也为在场的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 这一切都是我们幻想中的情景 但不得不说 如果真有这样一场比赛 它肯定会成为悉尼哥剧院前最古怪 最有趣的一幕 而那些海鸥评委 无疑会成为最具话题性的明星评委 他们的每一次飞翔和叫声 都可能决定一位歌手的命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张杰三 在长城上比赛放风筝 龙的图案最受欢迎 好吧 同学们 请坐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将会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 我们的目的地是 中国的长城 一个古老的防御工程 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放风筝爱好者的天堂 那么 让我们开始这一章节的探索 在长城上比赛放风筝 龙的图案最受欢迎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风筝 风筝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传说是由莫子和鲁班两位古代发明家所创造 它不仅是一种娱乐工具 还曾被用于军事通信和测量 但今天 我们要谈的不是它的实用性 而是它在文化娱乐中的地位 想象一下 一群风筝爱好者携带着他们精心制作的风筝 来到长城 这里的风势适中 视野开阔 释放风筝的绝佳场所 而在所有风筝中 龙的图案无疑是最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文化中 龙是力量和好运的象征 它代表着权威和尊贵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这些风筝爱好者在长城上比赛 每个人都想证明 自己的龙风筝是最棒的 你可以想象 一条条五彩斑斓的龙在天空中舞动 就像一场无声的龙舞大赛 这些龙风筝在空中盘旋 翻滚 彷复在告诉我们 看看 即使在这个数码时代 我们古老的传统 依然能飞得比你的无人极高 当然 放风筝不仅仅是比赛 它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人们在长城上交流技巧 分享故事 甚至可能有人在那里找到了他们的挚爱 因为你知道 共同的爱好是最好的媒介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 放风筝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每一个风筝都是一件艺术品 它们在天空中的表演 就像是一场空中的画展 而长城 这个伟大的历史舞台 为这场展览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条龙风筝在长城上高飞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使人类创造力和游戏精神的庆典 而你 作为一名观众 也是这场盛宴的一部分 现在 谁还想去放个风筝呢 记得带上你的龙 因为在长城上 龙永远是主角 各位亲爱的观众和学生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假设情景 我们在大笨中下完跳绳 想象了海鸥评委 在悉尼歌剧院前的比赛 还有在长城上比赛放风筝 这些奇妙的场景让我们一起享受了一些历史 文化和幻想的结合 在这些情景中 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对于时间 音乐和传统的不同理解和诠释 这些场景的幽默和轻松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 各种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这些想象中的场景不仅仅是我们的幻想 也是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展示 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或许无法在大笨中下跳绳 也无法在悉尼歌剧院前比赛唱歌 更不用说在长城上比赛放风筝了 但是 这些幻想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趣和丰富 让我们摆脱现实的束缚 享受一些不同的体验 我希望这些情景和幽默的描述 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和思考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去探索更多有趣的情景 去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现在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在这些情景中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体验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